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Achair 欢迎大家收看用Wordpress和Avada做网站系列教程 这一讲的主要内容是网站搬家和加快网站的速度 这一讲比较特殊 本来是要讲如何作业面来着 可是在我演示的时候发现Wordpress的后台出奇的慢 所以我就准备把Wordpress进行搬家 搬到一个速度更快的服务器上 哪里有问题就从哪里改起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如何把Wordpress 从一个主机搬到另外一个主机上 预免保持不变 Wordpress网站的搬家和其他网站系统的搬家 基本上是一样的 备份老主机上的原码和数据库 修改数据库连接文件 再把原码和数据库部署到新的主机上 外网阿里云的主机支持在线打包 因为网站的文件非常的小又非常的多 建议用在线打包的方式打成一个包用FTP再下载 这样速度效率会很高 阿里云外网的虚拟主机数据库 在后台现在不能一键备份了 也不能够在后台导出 只能用第三方的数据库软件 连接数据库将数据导出备份 网站一共是157兆 压缩之后是90兆 数据库是14兆 导出的Circle文件是5.7兆 下面进行在新主机上面的导入数据库 先进入PSPMyAdmin 里面的导入 这里可以导入Circle 也可以导入ZIP格式的 如果你的Circle文件很大 建议打包成ZIP再导入 有很多主机 它的后台是支持在线远程解压缩 推荐这种方式 五六千个文件 传起来速度比较慢 时间比较长 有的服务器还会把你的IP地址给屏蔽掉 Wordpress的数据库连接文件 在根目录 是wp-configure.php 需要修改的地方有数据库名 数据库用户名 数据库密码 还有数据库的地址 修改数据库文件 最好不要用Windows的稳稳编辑器 推荐使用类似Dreamweaver 这类的专用的代码编辑器 网站的原码和数据库都上传到新主机之后 还要将域名重新做解析 一般都是A记录解析 修改它的IP地址 等域名解析生效之后 再测试网站的前台地址 现在来看网站的前台速度正常 但是后台还是很慢 这种现象好像是谷歌字体出了问题 现在已经切换到新的服务器 新服务器的配置还可以的 不应该这么慢 WordPress还有一个差价 它可以把谷歌API 换成USESO 直接在这里搜USESO 第一个就是 新的服务器是Nginx 它的安全级别是比较高的 每次安装插件都需要输入地址 用户名和密码 很麻烦 在这里我教大家一个方法 可以跳过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打开根目录的wp-configure文件 就是那个数据库的文件 拉到最后 加上一句话就OK了 别忘了最后那个分号 请看大屏幕 这个字幕咱们停留20秒 有了它 以后在更新插件 删除插件 安装插件的时候 就不会出现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那个界面了 还是没成功 这是因为另外一个问题导致的 从服务器管理界面 我把wordpress网站这个目录包括子目录都给予了777权限和恢复了所有的权限 网站程序有了权限才可以正常的安装插件 关于wordpress哪个目录给予什么样的权限 在什么情况下给予什么样的权限 这个以后会详细讲 在此先跳过 装完这个插件以后 后台的切换页面速度还是很慢 特别是Avata自带的编辑器 加载速度特别慢 后来经过检查 导致问题的原因终于找到了 原来是我们在上节替换Google API的时候 替换成U-I-C-E-S-O 后面多了一个S 变成了U-I-C-E-S-O-S了 每次打开页面 他都会去先访问到这个错误的地址 在这里我和大家分享一个筛查网站速度的方法 用谷歌浏览器 打开一个网站 点右键 选择检查 在浏览器的下方会弹出一个面板 选择网络 英文版是Network 然后再刷新这个页面 这时会出现一系列的柱状图和一个表格 柱状图表示的是加载时间 表格里面的文字如果有红的 说明出现了404错误 这个404错误原来是Avada官网上面的错误 虽然我们已经成功导入了Demo 可是还有很多文件是读取的是Avada官网的 在以后的学习中 我们会把这些文件变成我们自己的 存放在我们本地的服务器 网站打开的速度会更快 好了 我们再看一遍这个面板是如何打开的 点右键 选检查 上面有一个Network 中文是网络 然后刷新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再见